独步天下第13到18集预告 抢先看东哥被谁伤了阿丹朱青星红巴图鲁城了吗 大家跟深港在线小编 一起看看 告诉你们吧 13集预告 阿巴亥十分好奇 卢尔哈赤处处宠爱 甚至可以说是讨好东哥 可东哥为何就是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呢 东哥淡然一笑 原因很简单 他只是不爱卢尔哈赤而已 东哥所向往的是一份纯真的 两情相悦的感情 方能执子之手 鱼子偕老 阿巴亥惊呆了 随即狂声大笑 东哥真是个蠢女人 为了所谓的爱情 竟然甘愿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女人 道不同不相未谋 东哥的感情观念注定与阿巴亥不同 14集预告 黄太极和东哥意外 被困在了荒郊野外的山洞里 两人只好坐在一起 以便取暖 黄太极十分贴心的将自己的球皮大衣脱下来 自己不顾寒冷 反而给东哥穿上 东哥担心黄太极被动坏了 便执意用宽大的球皮大衣包裹住黄太极 两人近在咫尺 黄太极感觉到东哥的手冰冰凉 他不由的心动 将东哥拥入怀中 当两人终于逃脱困境 回到贝勒府时 葛代芒不迭地出来迎接 15集预告 东哥一向闲散惯了 这日 他在街上游走时 意外遇到了危险 幸好被瓦尔喀和他的妹妹阿丹珠所救 才无大碍 瓦尔喀和妹妹阿丹珠谈论住 如今 乌拉正在日益强大 力量会变得很可怕 恐怕只有叶赫和剑州才能与乌拉抗衡 所以 瓦尔喀的族人们打算 去投靠剑州这棵大树 听到这里 东哥打起了退堂鼓 他可不愿意一同前行去剑州 因为他不愿再见到努尔哈赤 16集预告 东哥高高地站在城墙之上 他忽然看见了城下的人就是黄太极 看来 剑州的人马已经抵达这里了 就在这天晚上 阿丹珠高高兴兴地来约东哥 一起去参加庆功宴 原来 此次庆功宴是为了款待鼓励 剑州的勇士们 阿丹珠十分清新于红巴图鲁 漂亮的他一直喋喋不休 讲述着红巴图鲁的各种事迹 东哥看着阿丹珠 觉得他十分可爱 第17集预告到阿哥们众说纷纭在营帐中 阿哥们因为不战态的事情而高声争吵 他们各持己见 谁都不肯让步 都认为自己所说的最有道理 究竟是战 还是不战 一时间众说纷纭 在这其中 阿哥舒尔哈奇找了一个借口 他称与不战太有殷亲关系 所以实在不方便参战 这明显是一个托词 本来就脾气暴躁的楚英更是气不过了 而东哥因为胡达利受了伤 黄太极十分自责懊恼 他恶狠狠的发誓 一定要杀了胡达利 为东哥出这口恶气 第18集预告到不战太派来使者在众位阿哥中 楚英一向是主张一定要战的 于是 他便向阿玛努尔哈赤提了个建议 希望能领兵攻打不战太 正在父子两人说话讨论时 不战太竟然派来了一名使者 来到营帐外求见 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卢尔哈赤很重视戴善 他特意将戴善叫来 征求戴善的看法 是否要与乌拉开战 这其中有什么利弊